來,最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女兒牆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我們做庭院的話 有的人喜歡用柵欄,有的人是不是喜歡用圍牆 對不對,圍牆也可以 那假設我留這一邊做圍牆 我們就順便講一下 因為在試用3D裡面,其實你要做模型 真的,他做模型工具不多 就是牆壁跟地板而已 有沒有發現,頂多加上文字 剩餘的都要摳好求救 就是別人做好的 好,那牆壁呢 使用方式跟圍牆 就是我們地板,房間很像 你把它按一下,有沒有小技巧更多 對不對,但是沒關係,我就先按確定 好,他也是多邊形的工具喔 他也是多邊形工具 所以呢,我只要這一面,我就按一下 你看我在這邊,按一下 放開,有沒有一樣是多邊形工具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牆壁跑出來了 在這裡,有沒有一個牆壁跑出來 3D的 好,我到這邊結束就點兩下 咚咚 好,那你可以看到 他預設這個牆 比較高 因為他預設這個牆壁的高度 是250公分 那我們一般的話,除非你們是做 你們家是 像我最近去嘉義參觀那個監獄嘛 嘉義有一個那個啊,那個監獄博物館啊 那是團進團出的 你進去的時候,第一次知道 怎麼被把那個監獄大門關起來那種感覺 所以,不需要那麼高 那怎麼辦,一樣 用牆壁之後,畫完了,請你回到箭頭 養成習慣 要調整一定要回到箭頭 好,現在我就點兩下 牆壁我就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叫做自定義牆壁 你看這邊 有沒有,牆壁的高度250公分 對不對 就在牆壁上點兩下 結束 咚咚兩下 好了,記得回到箭頭 好,在牆壁上點兩下 我就100公分的好了 好,100 欸,沒有 我應該差不多120 因為跟我們那個圍牆一樣高的話 不是圍牆啦 就是柵欄一樣高應該是120 我怎麼知道柵欄是120 你點兩下 咚咚 它是125,有沒有看到 柵欄 你如果從這邊看不到 也可以從這裡看喔 這裡打開 柵欄 有沒有 寬、身、高 都是125 柵欄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跟柵欄一樣寬的 一樣高的 我就點兩下 125 好,這樣我可以確定 我自己賣 這樣有沒有就變矮了 那這個地方呢 牆有分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喔 點兩下 我先把它稍微靠近一點好了 我把它靠近一點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在看牆的時候 它好像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有沒有注意到 在前面 第一個點跟最後一個點 都會有這個箭頭 這個箭頭代表什麼 當初我是由上往下畫 如果我由下往上 它的箭頭會朝在上面 因為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我們看一下喔 你看,我把它點兩下 多多 好 因為它有分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可以設不同的文理 那今天呢 我是由上往下畫 所以呢 你的人 就站在這裡 眼睛從這邊看 請問哪一邊是左邊 這邊 這邊 這邊是不是左邊 這邊是不是右邊 對吧 因為你由 站在上面往下看嘛 如果你是站在這裡 人站在這裡 看上去 這裡是不是左邊 這裡是不是右邊 所以牆的方向不一樣 這樣 站的 畫的方向不一樣會影響它 好 那我了解了之後 我們就來這裡囉 有沒有 以我這個來講 我要做裡面外面 我都做一樣的 所以我就 直接點文理 不管哪一邊 反正錯的 比買樂透中獎的居台高 反正50嗎 呵呵 好 那我就這裡換一下 我就用那個 紅磚牆好了 這裡有紅磚牆 那你直接打磚 我看看有沒有 紅 雜紅應該有 好我往下走 往下走 有有有有 這裡有 有沒有紅磚 有沒有很多種紅磚 好假設我要這個 我就按確定 確定 請問我們家裡面有沒有紅磚牆了 這樣有感覺嗎 有齁 另外一面是一樣的方式 點兩下 自換右邊 點一下 但是各位不用再找一次喔 你來這裡 因為你最近用過的 有沒有發現出現在下面 這樣有沒有貼心 所以你就點它就好了 不用再找一次 不用再找一次 你就把它點一下 確定 來看一下另外一面 有沒有也有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這樣應該還蠻有FU的吧 所以 就看你們家要哪一種強力喔 你可以用這一種的 也可以用柵欄的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變化比較多 當然其實你們家的這個 庭院還可以做很多變化 也不見得都是四四方方的 那你也許有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你也都可以玩玩看 這樣比較好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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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現在 走 心裡